在土瓦魯 我們在生活了 環境的變化 海溝度增長 環境的動力 必須到前面 我們必須來 明天進行更多的 正確的行動 以明天保障 鏡頭拉遠 站在海水中的 土瓦魯外長 將身處全球暖化 前線的威脅 完美呈現 去年這一幕 讓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將近一年過去 守護明天的呼籲 言由在耳 如今卻向 溺水者最後的呼救 因為今天 已經從手中溜走 棕榈樹根部 原本深埋在沙中 現在全都裸露在外 土瓦魯臨近島國 斐濟的小村莊 已經被列入危險名單 600位村民必須抉擇 要不要往內陸 或高地遷移 對土地的情感無法輕易切割 但海水帶走的不只是沙灘 沒有再次 他們在場地玩 平常是100米 50米 平常是我們在那裡玩 橄欖球是斐濟的全民運動 全國人口才90萬 就有超過8萬個球員 比例之高全球數一數二 世界級的頂尖球員 至少有數十個 就是來自這座濱海小村 幾乎每一年 新的玩家都會出現 我們不知道 是藥物 是藥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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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育人才 風土和人文缺一不可 提防工程準備就緒 和大海的拉鋸戰 納馬塔庫拉 還不打算投降 他們想保持 保持我們的祖父 所創造的 我們所創造的 納馬塔庫拉 我稱它是我的家 所以沒有家的地方 大海新聞 將密體編譯